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终于发现在呼吸生理学 VAQ比值肺泡通气和血流比值0.84是个好词 有没有说想一想说 学习好读书不求圣经 你不能着急 你没有读过呼吸生理学的时候 你不明白循环生理学 为什么要强调吸气的时候两边回流不一致 你要不读到整段学的时候 你不明白 实际上吸气呼气的时候 在生理和病理情况下 肺脏和心脏相互关系不一样 你至少学生理学应该明白 吸气的时候 正常人呀 因为这么一个每个器官组织的向心回缩力 所以世界上越吸气 胸阔越大 肺的容积越大 肺的弹性回缩力越大 那么两个肺脏都想往回缩 左边往左缩 右边往右缩 中间心包 心脏 大血管 就受到一个所谓的外向牵引作用 中心肌脑就低 你如果没有读过呼吸 你读过胸怀 你就不明白 中心肌脑怎么会低下去 反过来你要憋气的话 医学上所谓的瓦斯二网 胸前内部压力增高 就会把人憋得灭红耳赤 灰瘤就会减少 它是这样 所以好多知识 其实是走过去以后 反回来 才能得到它重要性的 也不过就是感慨说 一个人在学习过程中呀 遇到不会的东西 其实应该偷笑 因为你原来 就没有发现这不是个问题 不管它呢 下来在血管这 还有一点小东西 叫微循环 接着往下看 微循环基本构成 像是一图画的一样 教材写得很明朗 它有三套不同的结构 一个是从动脉和筋脉血管 直接沟通的 所谓的动静脉短路 另外还有什么 从微动脉出来以后呀 到后背动脉 直接往前走 微动脉 后背动脉 直接往前走 不管忘 一路走过去 走到筋脉去 微动脉 后背动脉 通毛细血管 到微静脉 这叫直截同路 直截同路 下来你要 微动脉到后背动脉 再垂直发出一些分支 而且在垂直发出分支的 这个起始波呀 可以两三个平滑机细胞 之后往前走 进一步分支成 所谓的真正的毛细血管 叫真毛细血管 再到微静脉去走 微动脉 后微动脉 然后到毛细血管 到微静脉 配前阔而机 这五个部分 构成所谓的 迂回通路 随便循环 原本咱们学的时候 它沟通的动脉和静脉系统 它是咱们血液循环 血液内部的成分 和组织细胞 这些交换的场所 但是你看完这个图之后 你出现有个印象 什么印象 在动脉和静脉之间 沟通的过程中 有三种不同方法 一个叫动脊脉短路 一个叫直截通路 一个叫迂回通路 真正能够进行 血管内外物质交换的 其实只有迂回通路 五个部分构成的 随便是 你再数一数微动脉 后微动脉 毛细血管的前阔肌 毛细血管和微静脉 它是五个 而直截通路 只有四个结构 它是上次从后微动脉 一直往前延续 它中间不再发出分支 所以有人比较关心细节 说分支的时候 是垂直发出分支 也挺好玩 垂直发出分支就够成 所谓的正毛细血管 要是一直往前延续 就叫通毛细血管 名字不一样 而动静脉 直接还有一些吻合 直接把动脉和静脉 沟通一下 就根本没有进行 无比交换 所以这块血管之后 有个 有个比较深刻的印象 动静脉短路血管 就没有交换 也没严格进入 组织练习 它干嘛的 它主要长在梯边 散热 所以到了将来 到了盛早 咱们回去所谓的 逆流交换 和逆流被增 比较热的 肌体生过的 热的动脉血 流到体表以后 以所谓的逆流被增 逆流交换的方式 把热量散出去 在一个比较凉的静脉血 活到体内 这样来调节 肌体的温度高低 所以在天气热的时候 这些短路血管就开放 所以四肢觉得 很温热 很温暖 包括出汗 散热 天冷的时候 手指呀 脚指呀 耳朵尖呀 鼻尖呀 它就凉了 它把热能蓄集在体内 保持体温的稳定 它是这么个样子 那么直接通路也不交换 一会咱们看一下 提前说了得了 它干嘛的 它主要长在 骨骼肌细胞内部 骨骼肌内部 在肌体某一些血细胀不足的情况下 它来不及交换 教会一下 时间很久 但肌体需要很多血液在胸环 所以这样的话 它就不进 猫血管 这个网络了 直接就是微动脉 后微动脉 通往胸 微静脉 快速在组织内部流过以后 回到静脉系统 促进血液胸环的 改善灰心血量 所以这个东西 在胜利情况下 意义不是特别大 但是在病理情况下 意义就比较大了 所以将来去到病身 就发现 所有的修课 有三个过程 只进不出 只出不进 应该说只出不进 只进不出 然后到DIC 这可将来到病身 不行我看看有空的话 这门可我也讲一讲 病理生理学 到时候再说 所以这个微循环 其实也挺有意思 三条通路 慢慢的自己读读书 因为难度不是太大 我就不特别啰嗦了 这些内容刚才都讲过 这蒙血管网 是吧 然后到微静脉 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所谓的蒙血管窃口液基 有一个叫分扎门 分扎门 就是实际上 就是两三个平滑机细胞 这样的话 这些东西在虚论里边就学过 这些平滑机细胞 收缩还是收张 它受到局部的代谢微产物的影响 所以在虚论里边 咱们谈到机体的功能调节 所谓的神经调节 体液调节 自身调节 讲的是两个机制 一个是肾脏的血压流量 肾脏的血浆流量 它是所谓的机缘学术 一个是所谓的代谢原型学术 是要代谢微产物调节 局部微循环开放一方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代谢学术 代谢微产物 比如乳酸啊 甚至包括二氧化碳分压的改变 包括氧分压改变 等等这样一些 千类子红顿 这个要读过去 这就是一类代表 机体功能活动的自身调节的 一个典型代表 对吧 这样的内容 我就觉得 有时候给同学讲课 也说这个学习啊 学习的所谓的走心 生理学学完之后 以后一个学科 一个学科往后走 一直在用 以后生学完之后 就还给老师了 学教理学的时候 再重新学 学病之后再重新学 总是从零开始 每次复习一门学科 都从零开始 它不成变 咱们这个医学 是学的每一个知识 这一辈子 作为医生 一直在用 努力告诉自己说 把它背下来 不再忘 这个很重要 要不要到内外科 你违法学 回头马马的 在我的B站上 我会把内外科的课程 中端课程都会讲出来 你将来就发现到 内科学外科学 用的全是 生理学院的 学过的东西 如果这个地方 你没有学好 内外科就违法进行 所以这块内容比较简单 我说的也比较轻松 读过去就好了 优惑通路 要再说我干嘛 我比较欢 另外是说 改善循环血量不合适 是要改善 或者改变循环血量 这个地方 应该怎么说合适 应该说是 生理情况下 对机体的组织细胞 供养的调节 可能比较合适一点 你看有个数字 没有问题啊 静息的时候 或咱们记得的 迂回通路 它的开放比例 大概只有20%到25% 30%达不到 在25%左右 到30% 到呼吸的保护下 30% 可能就会死干了 20%到25% 这个20%到25%的话 在呼吸生理学的 养力曲线 咱们会强调一个东西 强调什么东西 所谓氧气的利用系数 咱们发现 动脉血携带的氧气 安静性化下 流过微轻化以后 一般只把它的 氧气总量 20%到25% 释放给组织细胞食用 所以这样你反回来看 机体是高度艰难的 我在这做的讲课 你们做的听课 或者半靠的听课 你不需要全部肌肉收缩 你只需要一定的肌肉收缩 维持一个姿势就好 所以大多数肌肉 是处于安静性化下的 我的肌肉不收缩 它就不代谢 没有代谢运产物 那么毛肌脑前 口也继续不开放 血就流不进去 流不进去就不交换了 这血流不进去 微动脉过来之后 我怎么回到右心圈 没关系 还有动静脉短路 还有直截通路 所以实际上三个路径 在协调配合着 一旦我要跑步 我的很多谷歌机细胞在收缩 大家都收缩 都代谢 都有运产物 那好 那我的毛育血我就都开放 这样的话 在运动情况下 动脉血携带氧气 就更多的释放 给谷歌机细胞使用了 那我就说 运动时候和安静时候 比一下运动情况下 机体的氧气 利用性数更大 那么这样 当血流过微信化 的静脉系统的时候 静脉血和动脉血的 氧气的含量 差值就大了 安静情况下差值不大 安静情况下的话 静脉血的氧气的 含量大概 炸到动脉血 氧气含量的 75%到80% 就只10%到25% 这个样子 所以机体部分 不光是节能 也节约氧气 这样小客战 这就描述了一下什么呀 基于关猫血管 切块维基的开放 主要是拒布代谢维产物 代谢维产物 而且这里边 甚至还受到 低氧的影响 所以对于二氧化的 风压增高 这一些东西 不光是在 猫血管 切块维基 你仔细打开 说读一下 机体还有所谓的 主动冲血的过程 那是在哪里 在微动脉 所以说在这 咱们谈一个 很细致的东西 猫血管 切块维基 主要指的 包括这个 足力血管 主要指的是谁呀 是微动脉 和切块维基 后微动脉 意义不大 这里边 有两个东西 一个是机体的 微动脉 是交替开放的 微动脉 就是在迂回通路 在前面 开口的 一个是到了 后微动脉 荷毛血管 切块维基 这个地方 切块维基 它有两次条件 两次 我印象中 这个小内容 是八年三版 生理学阐述的 好像比九版 生理学阐述的 比细腻一点 如果你有时候 本科学来 第一次学习 感觉我这样讲 太麻烦的话 你就笼统先背一下 毛血管 切块维基 是局部代谢 微产物调节的 这个其实本科教学 就过庸了 感兴趣的话 都读一读 要先麻烦 你不读它也可以 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例子 后微动脉 和毛血管 切块维基 这个树章 实际上更多 在这地方 指的是 切块维基的 后微动脉 它是要和切块维基 不是特别一样 应该严格意义上 叫后微动脉 接受更大刺激的 不是代谢微产物 是什么 刚才说 是第一样的刺激 应该这样说 可能更细腻一点 你要觉得听的时候 太麻烦了 你就不听它 反正你切块维基 是代谢微产物 局部代谢微产物 影响 就完了 先搬回去 第一个通路 是迂回通路 第二个直接通路 刚才也说过 怎么构成的 四个结构 微动脉 后微动脉 通毛血血管 和微经脉 四个 这个东西 经常处于开放保 它没有交换功能 在这里边 就血的速度快 它利于血液快速回流 刚才讲过了 还有第三个 东西外短路 上面有微动脉 稳和脂 微经脉 直结果 就这么解答了 主要长在机体的 应该说肢体的 末梢 和机体的表面 拿来生理情况来参与 体温调节 天暖和 手暖和 天冷 手就凉 先动手动 是让人动手动脚的 开玩笑 不是这个动手动脚 就这个意思 调节一下体温 实际上 你体温低了以后 机体生部的热辣 就不会散发了 能把热辣 虚几下 天热 我常常太多 我就辅助着出汗 辅射传道对流 多 散一些热 刚才谈了一些 微循环的 Satotone的结构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咱们知道 微循环根本的目的是 血管内外物质交换 组织细胞 提供氧气 提供营养物质 那么这个提供过程 怎么实现 就涉及一个话题 有关组织液的生成 和回流 这个样子 组织液事实上 就是你能想象 是介于血浆 和组织细胞之间的 这一层液体 也就是血管内外的 物质交换过程 这个交换怎么构成的 所以咱们也已经 上过大课 也多过教材了 它主要是四个力量 第一个力量 就是所谓的 毛血管血压 血管内部压力高了以后 它把血浆里边 成分往外挤 所以这是 足裂生成的动力 第二个是 血浆的胶体渗透压 你学学那一章 专门被我一句话 什么叫渗透压 渗透压是 液体吸引水的能力 那么什么是胶渗压 胶渗压就是 血浆的白蛋白 构成的渗透压 所以讲和开玩笑说 你只说血浆蛋白 你不说血浆白蛋白 这个白字你没说 你就白说了 白字是要害 胶渗压就是 血浆白蛋白构成的 那么这样的话 它的胶渗压越高 它就越吸引水风回来 所以它是 组织液生成一个阻力 毛衣血管血压是个动力 反过来 组织液中也有一定的压力 叫组织液的净水压 它也是顶着 不让水出去 它是个阻力 另外组织液里边 也有些蛋白质 它吸引水出去 这样的话 组织液生成 它的力量呀 是两个动力 划成红色界头 和两个阻力 四个力量构成的 嗯 这个样子 在动脉端这一侧 毛衣血管 从微动脉开始 慢慢来到微静脉去 那么整个毛衣血管 全场里边 动脉端这一侧 向外的力量大 进脉的这一侧 向内的力量大 所以说组织液 实际上是在 毛衣血管 动脉端往外走 进脉端再回来 滤过 重新收 达到一个组织的平衡 你不难想象 液体如果只出去 不回来 那么组织界限里边 液体太多 就会发生组织肥肿 所以经常有一些疾病 患者就肿了 那这组织液生成的还多了 这样一个组织液生成 将来到了 诊断和病生学 进一步强调 这个组织液生成多了以后 一种是漏出的 一种是渗出的 所以一到诊断学 就发现有个考点 到底病人这个液体 是渗出液啊 还是漏出液啊 还涉及到 毛衣血管 有几个问题 所以生理学者 我先不啰嗦了 到了病生学和诊断学 咱们再讲 这是医学一个核心问题啊 一旦故事听一下 在这儿 咱们先学学组织液 怎么生成的 就OK 最练生成四个力量 没问题 嗯 翻过去 像刚才口头描述的一样 这个地方比较详细 给了数据了 这时候再看一下数据 那么液体能够出去的 这个力量 我们起个名字 叫有效的滤果压 它这样是什么呀 刚才说是 这个毛衣血管血压 血浆胶胜胜胜 组织液胜胜胜胜 和组织液的净水呀 组织液净水呀 我还去哪里去了 净水呀 这个地方没用 你想没有 组织液在这儿 这是组织液胜胜呀 组织液净水呀 这儿没有写出的 应该是在这儿 截图还没画出 先往下读吧 咱们先看看这几个力量啊 那么在动脉端这一册的时候 它是个30加15 30加15 30加15 15是个 在这个地方组织液的 哦 这个地方我明白了 这地方写了一个 胶胜胜胜 甚至里边 还有一个晶体渗透呀 这是文字上面 也描述一个错误 先不管它呢 那么这些开含力量 怎么构成的 动脉端这一册的时候 一个是萌织液胜胜胜 30个毫米 在这个地方 加上谁呀 加上阻力的胶体渗透呀 它往外吸 梦胜胜胜胜胜胜胜 往外推 这是两个动力 两个动力 那么阻力一个是雪浆的胶身压 25个 一个是阻力的进水压 有10个 它是往回推 这对方 哦 我这才免得 这对方没有标出来 阻力进水压 应该是白色这个箭头 这是10个毫米妇 你要听课的时候 看节目 听一下这个6啊 这是阻制液进水压 这要阻制液的多少 没有发生改变 阻制液的净 禁止它这个水部漏洞 这个压力是稳定的 总是10 这里边你注意变化的是谁 你看 在动脉端毛血管血压是30 但进脉端因为经过绿果 组织也生成 到了进脉端这一次 它血管内部也挺少 压力一定是12 毛血管血压这边是30 你看这边是12 只要你的血浆蛋白质是稳定的 白蛋白是稳定的 那么不管动脉还是进脉端 胶神压都是25 它这个不会变 这两个25不会变 但是毛血管血压会变 动脉端高 进脉端低 那么15是组织也的一个交定 是同样往外吸引水 这个只要组织也蛋白质没有变化 它也不会变 所以这样的话 动力这边是30加15 在动脉端这一层 进脉端这一层就是12加15 变成27了 另外看这一边 组织也进水压是不变的 是个毫米的 那么血浆交绳压25 它也不变 所以这个35不变 这样的话前面它变 动力再变 阻力不变 那么动脉端这一侧的时候 35加15截去 25加15截完之后 剩下10个毫米 这10个力量是往外指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组织也往外走 就是要这个节套化的 动脉端这一侧 组织也滤过 织化内部出去就要滤过 那么近脉端这一侧 什么微血管血压低了 比如上面低了18个 这样你再加上15截 25加10 就解不过成负的了 负的说明力量是往回质 所以刚才说 动脉端组织也出来 进脉端组织也回去 回去的 回到血管内的 叫重新收 离开血管的 叫绿锅 从这个公式和数字里边 能看到 那么整个的 虚枪内部的液体 在动脉端这一侧 出到血管半 形成组织液 进脉端这一侧 回到血管内部 所以很有意思 应该学到这个阶段的话 有同学已经 学校里边把理论课 学到肾脏 其实你发现没有 在肾脏的原料生成的时候 也有这么个材质 就是绿锅牙 那个地方注意 胜利上要强调 原料生成在肾脏的时候 蛋白质不绿锅 所以原料生成之后 从毛血管内部 经过绿锅膜 到肾小脑 形成原料 原料中不含蛋白质 这样原料这边 少了个谁 少了个失误 相当于这样的失误 原料是没有胶肾压的 那么原料的 原料六个压 怎么构成的 就毛血管血压 减去血压 胶肾压 再加上一个囊胃压 它只有三个成分 因为原料中不含蛋白质 而组织液生成的时候 它是四个成分 蛋白质是要滤锅的 组织液中是有蛋白质的 将来蛋白质去哪里了 也是这一节学的话题 这块你已经堵过了 你明白 组织液的蛋白质 将来经过淋巴管挥流了 我们是专门背一句话 淋巴循环 是组织液蛋白质 挥流的唯一途径 所以马上咱们 在考虑底下就看见了 一旦淋巴管给堵住了 组织液里边 蛋白质走不了 那么组织液胶盛压太高 它就老吸引水 淋巴管堵住以后 那组织就会水肿 因为组织液的胶盛压太高 代表这走不了 那么淋巴管堵塞 所以引发的组织水肿 因为代表这太多造成的 这种水肿我们给个名字 叫淋巴水肿 一会就看见试语图了 医学上两个典型案例 淋巴水肿 一个是南方一种传染病 叫丝虫病 虾皮肿 一个是临床外科学上乳腺癌患者 乳腺表现的像橘子皮一样 凹凸不平 叫橘皮养变 所以橘皮养变 和丝虫病的像皮重 是医学上两个最经典的 淋巴水肿 拿这些案例来证明 淋巴管的循环是相当重要的 这是组织液蛋白质汇率的 唯一途径 这儿没有难度 所以你要是说 作为老师在这儿强调一下 就不一 生理学上有两个瘾血流肋压 这个地方是组织液的瘾血流肋压 下来在盛藏里边有一个 原料生成瘾血流肋压 原料生成只有三个成分 组织液生成是四个成分 因为蛋白质不离过 在原料者 组织液生成 觉得我要四个成分 那么哪些成分影响组织液生成 就要简单了 毛泳血流肋血压 所以相对来说 血流肋压高点的时候 它生出会多 其实这个血流肋压 的微循环这 这个变化是很小的 生理学好多事情 没有产文清楚 能够让毛泳血流肋血压增高 其实汪汪原因不是动脉断压力高了 是静脉堵着回不去 加上临床 比如发生性功能衰竭 特别预性功能衰竭 静脉瘀血堵着走不了 憋着毛泳血流肋血压高了 它是这样 所以说动脉断这边血压就高了 这个说法几乎 在临床上和生理学上 你不太容易看到 听过就好了 但血流肋压这个变化 肯定是有影响 它是动力的 它越大 足够也生成越多 第二个是血压胶胜压 胶胜压在临床还比较敏感 学血液那一张 你还记得 因为血浆的白蛋白 构成血压胶胜压了 所以在临床医学上 学生学应该知道 一个是肝硬化 咱知道生化学要讲 蛋白质特别是白蛋白 百分之百是肝脏合成的 一个慢性肝炎的肝硬化患者 肝脏功能减退 蛋白质合成功能减退 所以肝硬化病人 是最典型一个低蛋白血症 白蛋白少不合成 胶肾压低 那么这样的话 血管拉不住水 足备生成增多 肝硬化病人 临床表现为腐水 出现腐水 是胶肾压低造成的 这肯定是影响 淋巴会的受阻 刚才说了 一个是乳腺癌的 菊皮养变 一个是丝虫病的橡皮状 淋巴受阻 这就是丝虫病的橡皮状 这三四啊 这橡皮状 这菊皮养变 这我就不放了 因为有时候 你拍个大股下的照片 我记得微博上 我放了那个去年济南 一个29岁的小产妇 29岁年龄很小 刚生完孩子 结果发现 有些菊皮养变 所以作为产和医生 正好是我学生 挺有意思 我微信上被指的是 电梯姑娘 为啥 因为我和女孩 这个学生 第一次遭遇到 是在电梯里 把朋友 老师加你个微信吧 当年在北京 加个微信 拍这照片之后 姑娘哭了 说就因为这个病人 和他年龄差不太多 289岁的一个小患者 你看很典型 橡皮养变 结果放在微博上 乳线这个照片 他敏感 给我审查不通过 我还想把照片剪了一半 才通过 患者 患者挺惨的 而且都是橡皮养变 回头有空吧 有通给你看看那个照片 贸易血管血压 血压教室 零巴 回流受阻 橡皮种 以及血管壁的通透性改变 你比如说 临床发生炎症反应 通透性太高了 通透性高的话 组织也生成多 而且这个组织也 不是正常组织业 我多说个词 你听一下 因为贸易血管的 管壁通透性改变 引发组织也生成这么多 那个组织也 叫盛处业 盛处业 它和别的这些压力增高呀 脚身压降低呀 这个露出液 成分不一样 所以将来吧 学习就是这样 胸虚渐进的 到中断学里边 你一定会背一个词 这个胸虚是胸虚烟 还是露出液 将来再说 这我记者不说了 看一下这个土 咱们翻过去 这样的话 微循环基本上需要晚了 还有零巴也的生成和回头 刚才这些讲 这是组织业 代表着回头的唯一途径 零巴也回流或者生成 也很简单 这么生成的 脚踩又示意图 大概正常人安静的时候 每天约生成两到四十 所以差不多一天 时间里边呀 它的生成量 有人说差不多是许将总量 这一天里边 零巴也一直不断 约约不断生成 有人说 这个约十分之一的组织 也是经过零巴管 重新说的 这数字咱们不强调了 那么看看零巴也怎么生成的 只要画了一个很好的试图 零巴管是个盲管 它是个盲端 在它末梢端 它是个单向伙伴 这个伙伴长得很有意思 你看那皮皮包长得 这套液体从外面往里边走 它顶开这进去了 但里边要出处 不来一顶它这 边往外一顶它 你看液体从这顶的时候 往外一走 它就顶死了 只能从外面顶进来 没法从里边顶出去 它是个单向伙伴 所以这样的话 零巴也生成之后 就不能过 倒流了 生成之后就往回走 慢慢的就往回走了 最后就汇合到 咱们的静迈系统去了 是这样 那么零巴也生成的意义在哪里 像刚才阐述一样 维持组织业生成会的平衡 所以刚才说 一旦零巴瓜堵了 组织业太多 我们就叫零巴水准 另外就是组织业代表 这会的唯一途径 再下来就是咱们在消化系统学的 你应该学过消化 那么肠道里边的脂肪成分怎么吸收的 叫乳梨 富含着脂B的 淋巴液 外观是乳白色的 所以脂肪是淋巴途径吸收的 脂肪性零素 零生素也不例外 脂肪性零素A B E K 所以一个人肠道消化能力出血问题以后 脂肪的重吸收障碍 特别是胆道疾病 一听说吃油条吃肉 就恶心 这种患者有时候不小心会发生 脂肪性的 维生素缺乏 A B E K 这个维生素K你还记得在学院系统学过 咱们银血因子重要的银血因子2790 就是维生素K 一来的 慢慢慢慢把这个医学就传起了一条线来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一旦肠道出现问题以后 阴氧障碍 全身出现 包括 想想慢性肠道疾病 疑腺疾病 胆道疾病 病人是可能会发生出血的 为什么 脂肪性零素素吸收障碍 2790 合成不够 2790 二因子叫什么 叫凝血没远 七因子和三因子配合 启动外皮凝血的 每个都很要命 再下来 淋巴还有所谓的 练义 防御工 淋巴结本身 它能吞噬 它作为这个淋巴细胞存在 能吞噬很多很多的异物 包括肿瘤细胞等等 但是反过来说 肿瘤细胞 因为淋巴结的吞噬 把麻 它要吞细胞 最后它没有把淋巴细胞 它淋巴细胞 没有把肿瘤细胞给杀灭掉 反而把肿瘤细胞存留在 储存在淋巴结内了 所以有很多肿瘤 早期是通过淋巴途径扩散的 最典型代表 还没第一的 就是乳腺癌 乳腺癌病人把脑扩散 换侧的腋下淋巴结 所以别人过来一看 去批养变 先升起胳膊的 我摸一摸 看一瘤细胞结怎么大 它是这样 先停下来就好了 所以血管最后这点东西很轻松 讲开也没压力 接下来咱们更大的经历 就往下放 就是生理学 那个胸怀生理学 很大一个篇幅 第四节 吸血管活动调节 这样咱们接着往下看 嗯 这边就会放下来咱们 来咱们接着往下看 再说 咱们接着往下重点 背ей咱们最后